这边有一头驴 大家看一看 一直哆嗦 走路走不了 看看他的腿 看看他的脚 两个前蹄也是稍微长一些 那两个后蹄是栽过去的 这个我们称为栽蹄 两个栽蹄 这个太难受了 不知道修不修 如果修的话应该能修过 还不是很严重 师傅给他摆一摆 修一修就过了 太难受了 站都站不稳 别说吃磕了 说话说十乖九不吃 这绿还补胖了吗 罗罗 这要羽肥了 得得修蹄子吧 这两个栽蹄了 看一看 也很难受 学习的 我说在圈里的根本都吃不了 知道吧 是贵就不吃 嗯 这要不成事 光隔隔隔的自己的脚吧 哈哈 站都站不稳 利都立不住 来一下 嗯 利都立不住 找 找师傅修修就能过来着 这造型 看看 哎呀 难受 后蹄前蹄挨了之后成这个样子 多长时间了 前日子了 是吧 师傅修过了呗 59年 他能理智 我刚才弄了呢 这这这这 我看这是没事 好嘞 先给他掰一下是吧 嗯 先上 对呀 掰一下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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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里面 这个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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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弹着啊 哎呀呀呀呀 说什么这呢 怎么来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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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跪下了 哎呀呀呀 哎 呃 一 摔一下 是吧 胡逆胡逆 不要摧后了 把 哗 齁 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 这些球,我先来站起来 好绿种的样子 这个大洞 好绿种的样子 哎呀 又找来了 又找来了 鱼,好 我找得去 好 好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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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步 很关键 嗯 往前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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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楼垫子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斯园的驴圈里面 然后杜师傅在修蹄子 我们来看一看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蹄子 给大家非常解压的视频 这头驴的个头非常小 驴小但是这个驴已经是驴妈妈了 长期的营养不良 看一下驴蹄子 这四个蹄子各不相同 有大有小有尖的有长的 我们要给它修一修 这驴有三百斤吧 瘦特别瘦啊 这头驴 所以说要给它修一修蹄子 这小绿蹄这么大点 就是小的 使它拼重的怪是瘦的怪就是 拼高的 嗯 这修的驴不拿电子是吧 嗯 乱七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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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驴蹄子非常的好修 所以说非常的快 嗯 嗯 基本上就是两三分钟一个两三分钟一个 这条这头驴现在已经修好了 驴蹄子把它修好之后吃起来吃的多了啊 站站着方便站着舒服 吃着也就舒服了 跑起来了